白俄罗斯 编者案 据民调结果和俄专家观点,多数俄罗斯人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甚至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俄罗斯民众心中的中国形象积极正面。 近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会托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和法国IFAP市场调查公司,就如何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法国、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民众,54%的男性和47%的女性,将中国视为伙伴。 大多数调查对象高度评价北京的政策,支持中国政策的俄罗斯人达到59%,而法国人为28%,德国人为33%,英国人为26%,美国人为24%。 此外,不同年龄段的俄罗斯人,都表达了对北京政策的支持,参考消息,B记者专访了三位俄罗斯专家,与他们探讨中国及中国人在俄形象,以及俄社会对普京推行,对华友好政策的看法等。 俄罗斯内心通讯社公布的民调结果,对华正面看法,大幅增长,毕列阿达中心研究员,社会学富博士卡林纳皮皮亚,毕,我要强调,需要把中国公民与常驻俄罗斯的华人族群区别看待,这对理解我们高兴什么,不高兴什么非常重要。 近几年,如果看看俄罗斯的伙伴国家名单就会发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积极态度等同于白俄罗斯,这非常重要,因为白俄罗斯被视为传统伙伴,而中国在短短几年就赶上来,必可提及中国人的族群形象,那么以前民意调查的负面舆论并没有消失,中国威胁论一直存在,但目前这种认知并不是普遍的,迫切的。 或者导致强烈的社会不满,我重复一遍,中国作为伙伴的形象非常好,但中国人在当地作为族群的形象欠佳,但这种观感不是针对所有中国人,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加剧,中国开始被当作主要伙伴,以此为基础,对华正面看法大幅增长,一直保持到现在,今年中国在俄罗斯朋友,中排在第二位。 这一态度主要源自媒体的正面报道。 一、图为9月13日,在俄罗斯楚歌尔训练场,拍摄的东方减2018战略演习联合战一时兵演练结束后的沙场减阅现场。 新华社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亚太地区的俄罗斯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大家布耶夫B,我认为,中国的一些论盛行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现在对中国的认识更为现实和客观,尽管排华情绪时有出现。 对于中国人的形象,电视是主要的信息源,电视报道说,中国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这种友好关系,指美国,逼在实际生活中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近两年来中国是俄罗斯的头号客源国,我认为,大部分居民喜欢对华友好这一方针,中国快速发展获得尊重。 第俄罗斯科学院联邦社会学科研中心负责协调科学和科教工作的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米哈伊尔切尔内什毕,两年前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俄多数民众对华持友好态度,中国被视为友好的大国,甚至可以说是盟国,一大多数居民对华友好,对中国人也持友好态度。 这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态度,但只是小部分,中国人整体上形象是正面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是成功的,勤劳的人民,取得很大成就,逼时不时地拿中国人与俄罗斯人比较,批评俄罗斯人拖拉,懒惰,中国取得进步和快速发展,获得俄罗斯人的敬重,这是值得肯定的品质。 一些对华恐惧恰恰与俄经济相对中国经济不成功有关,与俄罗斯远东人口越来越少有关。 9月4日,一列来自俄罗斯方向,的火车驶过满洲里国门,满洲里见证了中俄边境贸易转型升级,丰富多样的进出口商品,让中俄消费者受益。 新华社张新京社,俄媒体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国有媒体传递的是友好,这是主流。 商业媒体从务实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毕他们对华持尊重态度,但同时务实看待俄中经济关系,通过成果对项目进行评价, 对华友好这一方针,不仅得到精英阶层的基,基评价,也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民众认为俄中合作既有利于俄罗斯,也有利于中国,这是互利的,逼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原料实力,这两个大国联合起来的影响力势如破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